手法的这个不同吧 先声明啊 我不是很出名的学生 但是我用我最笨的方法 去个人焦虑去治病 也谢谢徐老师呢 在这里被我主持这个节目 所以希望大家呢 有听不懂的话呢 可以跟我提问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至于说我们讲这个东西呢 那两周前呢 有个老师已经讲了 假装性抗击的这个治疗 所以呢就是有的朋友 就提起来说 这个眼睛出出症的这个治疗 因为我呢 正好有这方面的 几个非常好的案例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治疗呢 是以什么为主呢 因为就是说 从我们古老的这个中医的 传统的说法来讲 我没有讲到抗击这些说法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说 叫什么英瘤啊 只有这种解释 所以那么因为吸引进呢 给我们很多的这个 医学上的名字 然后让我们容易混淆 所以我呢 这个笨学生呢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套进这个模式 所以来 来治疗 所以还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吧 那么假装性呢 这个 吸引呢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要套进 中医和吸引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讲一下 我之所以治疗的这个经验吧 那么我们就要讲临床的表现 那么临床的表现呢 那假动线抗进的话 那就是假动线激素分泌增多 那么它引导致的交感神经性分增高 和新生代谢加速 患者呢 就是常伴有 疲乏无力 怕热多汗 皮肤潮热 多时扇机 体重明显下降 那么它影响神经系统呢 就是多延好动 紧张焦虑 然后呢 一怒 失眠不安 思想不能集中 激励减退 手和眼俭的震颤 那么它同时呢 也影响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那么它就会心肌气短 心动过速 收缩压升高 数字要收高 降低 所以呢 我这个人呢 治病是什么 我要套 我要套什么呢 中医跟细医叠合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 那你看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很多 所以收缩压升高 数字要降低 这一类病 细医来治的话 非常难治 而且也非常难 怎么说 非常难调节吧 这是 吸引的一块大病 如果你数字要高 所以这一块可能还好 所以它合并呢 这个甲酸性合并 还可以心脏病 出现心动过速 心理失常 心脏增大 和心理衰竭 所以 而且引起防湿的传导组织 那么消化系统呢 那它就可以引起了 吸变啊 排除次数增多呀 还可以引起肝脏功能的异常 那么它相对同时呢 还引起肌肉和骨骼系统的异常 而且呢 它这个甲酸性病呢 多发于20到40岁亚洲男性 而且甲酷性疾病呢 还可以发生肌无力 还可以累积那心端的这个肩脚 和骨盆带肌群的这个无力 那么它可以引起造血系统的这个问题吧 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专业 不需要聊太多 大概知道它一下影响的系统就可以了 那么这呢 再一个这就很重要的 一个生殖系统的疾病 那么就可以造成女性的月经减少和必经 那么男性呢 可以有阳尾 扮演乳腺增生 和男性的乳腺发育异常 所以就是说一个简单的这个甲酸性疾病 可以引起你基本上全身性的这个多发病 那么就是像说这个生殖系统疾病 因为我有过这样的案例 这个案例呢就是我这人讲的就讲 想到哪就讲到哪啊 大家就是当听故事就好了 这个人呢是因为来自不孕不育的 43了 从来没受过经 月经不正常 然后他来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 他就是说月经不规律啊 然后呢 查了一下药 因为他一进来呢 我省先看他的这个颈椎 那我就发现的甲酸性这个地方有肿大 然后他就说啊 他没有问题 检查所有的复刻都没有问题 那么同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假抗吗 他说没有啊 就很坚决的说没有 我说那你你为什么这么坚决说 我不是假抗 我是假减 所以这个他就是很 他说我20年的假减 那就涉及到这 我说那你最好呢 去检测一下 我认为你是假抗 结果他真的去做了 真的是假抗 所以就是说 余老师等一下下 余老师等一下下 他们说有人说是看不到图 可是我能看到图 为什么他们看不到 你稍微等一下 不知道啊 我再动一下啊 没有我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screen就是在那转圈的 我可以看到没问题啊 对没问题啊 你的信号可能是不好吧 对有可能是信号问题 这边也是看到 后面一直在转 就是你们没有 我这也看不到 我这也看不到 我这也看不到图 我这也看不到图 我也看不到 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什么东西 看不到 我这也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就看一个转的东西 在那转啊 转啊 看那个东西 就转 那我重新再跟你们share一下吧 好吧 再重新share一下 好的好的 这位能看到吗 没有还是在转 还是在转 但是你信号不好 为什么我们都没问题呢 我们都在转 我们都在转 我们也在转 我们也在转 是不是触目问题啊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信号 我这也在转 那为什么许老师的可以呢 我再重新试一下 现在好了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那个 宁波雪林 宁波雪林 对 logo 那现在还在转我这个 又转了 我也在转 刚才看到于老师的照片 好了 现在行了 谢谢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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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就请于老师 辛苦了 继续吧 好吧 好 我再看一下 怎么弄了 给它放大 弄到右上角 那个最大就行了 右上角吧 右上角有一个 有一个 对 行了 好了吗 没好 没有 再点一下 没点到 已经最大了 已经最大了 没事 我看一下 我要点一下 这个 昏灯片的博士 可能就好了 嗯 还没出来 还是小一点的画面 不是 不是全屏 刚才那是全屏 是啊 我看看 我看看 你点 你就点 点这个 现在临床表现 这个上面 点点这个两点 双击一下它呢 对 双击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上面那屏下不去 我背到为啥 没关系 就这么讲吧 因为这样话 就这么讲吧 没问题就行 反正大家听就行了 这些细腻的东西 大家都能 都能了解的 对吧 好 那继续吧 好的 然后呢 嗯 这个呢 我们就言归正传 所以甲状腺 大多程度呢 都有不同的甲状腫荡 和甲状腺 为弥漫性的 对称性的 质地的这个 嗯 腫荡 然后呢 有的痛 有的不痛 那么甲状腺上下肌 可触及震颤 然后 少数病例呢 甲状腺可以不走大 然后呢 这个甲状腺抗菌的这个 大概20%左右 会出现眼部的疾病 那眼部的疾病呢 目前认为啊 是这个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个疾病 然后退性的 然后甲状腺抗菌的 还在眼病当中 是还居首位 所以这个甲状呢 对这个器官损害性啊 非常的严重 那么它首期 首期的临床表现呢 就是软主治的水肿 如眼瞼的水肿 肋腺的水肿 或者球阶膜的水肿 充许 然后后期发展为 眼睛突出 眼球运动呢 可能会影响 而且会影响视力 那么视力下降 或者视野缺损 或者就是说 这个色盲啊 色觉障碍啊 那么它有 它的这个 可以引起的这个 眼瞼的损伤 就是说眼瞼不能闭合呀 眼力增大呀 可以引起暴露性的角膜炎 所以这些呢 只是心意的一部分 但是出现 复视了单纯性的眼图 是由甲状腺激素过度 是交感神经兴奋 所以为什么说我呢 提出来这个 静智静椎呢 就是从这个 交感神经兴奋 来诊断的 所以它病因病机呢 这个呢 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基本上都了解 所以心意的讲 什么明文性甲状腺肿啊 炎性甲抗啊 还有一个西方的 给的叫 Graves病 它就是引起的 患者的自身免疫系统 淋巴系统 引起的这些炎症 然后 目前的病因 还是不清楚 可能和发热 睡眠不足 精神压力增大有关 这只是可能 所以大家都不确定 所以呢 它的症状就是 急躁易怒 肌肉无力 睡眠障碍 蓄力过速 怕热 腹泻 体重减轻 所以呢 这些症状呢 那我们又可以 落到中医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 那么甲抗呢 它就说 和自身的免疫 遗传 环境有密切关系 但是你说遗传 那不是每个人都遗传 它甲状性自身免疫的 发生的时候 那过程还不清楚 所以你也没有可能 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预防 然后遗传的背景 遗传的方式 也未必阐明 所以你不能说 它就是说 完全的遗传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不清楚的一个命题吧 所以甲断线机能的 这个抗禁啊 如果没有妥善的治疗 长期的控制 可能会引起很多的病发症 那首先呢 就是心脏的疾病 心脏的衰竭啊 心跳加快啊 引起心脏的各种故事 那肌肉的病变呢 那就是代谢增高 代谢快 然后消耗快 引起了肌肉萎缩 然后肌肉无力 尤其是近端的肌肉 什么大腿啊 上臂啊 那就走路 跟那个机器人一样的啊 其实我有一个 这样的病例 他就是说是机无力 但是我就是给他 在颈椎 一直到腰椎的这个 脊柱的治疗 治完之后 马上就改善 这个我有一点点视频 有治疗前的 还有治疗后的 一个短的视频 这个都可以 给大家分享的啊 然后他可以引起 股脂疏松 因为甲断线抗禁呢 他会增加这个代谢 那也会增加骨盒的代谢 那么长期下来 他又会可以引起 骨质疏松 所以小孩 如果讲这种抗性的话 可以造成X腿 那么容易骨折呀 这些都可以的 那么皮肤的病变呢 它就可以引起的 皮肤粗糙 没弹性啊 或者脚的皮肤的起 那么最重要的 最明显意见的 就是眼睛的病变 眼球的突出 眼皮盖不及 还可以引起脚膜受伤 视力受损 而且肌肉总大 压迫视神经 造成视力减退 因为其他的 可能就是说 你能忍受就可以 但是这个眼部的病变 对人造成的影响 就非常的 然后呢 就是说的相关解剖吧 大概就是给大家重复一下 它是有两个 左右两个侧月连接 中间页的瑕布组织 那么就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是最直接的 这个甲状线 它分两侧 看到孤果在气管上 那么后面是石道 对吧 所以它中间低窝 这个地方 就叫下部 这是气管 这是喉部 那么在甲状线呢 就是正面 上面就是正面 它是后面 这是背面 背面还有甲状线 甲状旁线 四个点点 所以这个呢 甲状线 它的作用是什么 甲状线可以兴奋你的身体 让你心率加速 那甲状旁线是什么 它可以让你心率减缓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甲状线 旁线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可以看到的视角 这就是后面 这就是 这四个点点 就是甲状旁线 它也叫甲状凤线 那么这个呢 就是石道 前面这个白色的 就是气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脉和静脉 在这个甲状线表面的 这个网状的这个结构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后反神经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甲状线的分 上甲状线 下甲状线 所以它有上静脉 还有下静脉 还有上动脉 下动脉 所以它分上下 它的供血非常丰富 这还有一个甲状线 中静脉 大家看到吗 这个黑色的 所以你看 这么小的东西 它的供血非常丰富 那么你看 下面就说了 甲状线的血液供应 很丰富 每次有两条动脉 和三条静脉 那甲状线上动脉 起自静外动脉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那我们 颈椎病呢 也可以有 椎动脉性颈椎病 也可以有 交感性颈椎 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所以那么我呢 这两个呢 就套在这个上面 所以呢 就要看 你的颈椎 究竟哪个地方 是有问题 那为什么说 我这人呢 还是说那句话 我比较笨 我就笨想 就是说因为古人呢 他没有西医的解剖 他不知道你有 多少堆神经 多少堆血管 去支撑这个地方 那么他是什么呢 就是靠你的手感 和你的经验 来去触摸这个东西 所以我呢 就是笨人吧 就是去精华 改成缓解 去缓解 改简单 所以这是我 这么多年 学习下来的经验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这个图 可能更清晰一些 这是舌骨 这是甲状软骨 这是锥状液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在喉上面的 这是甲状线右液 那么你看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彩色的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甲状线下经脉 这是甲状线上经脉 那么它上下经脉 同时支持的 这么两个小的东西 这个是甲状线的 峡部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下面 这个白色的是气管 那么我们再还要看一下 这个甲状线的 这个血管和神经 那么这个是米总神经 这个黄色的 它在动脉和静脉之间穿行 看到了吗 这个也是 而且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狭窄 那么在后面呢 它可以是个 喉反神经 所以它神经和血管 非常丰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可以造成我们很多 身体上 这个身体上的疾病 那看这张图 这个更值钱 这边好像 还是有点小 是不是 看看能不能放大 电脑 可能手机就差点 电脑没问题 可能是 不知道为啥 之前可以 现在 就这样讲吧 下面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右下角 有一个百分之百的 一个小方框 是不是点那儿 可以放百分之百 我放了 右下角 我放了 看看 因为再大 它就移出来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 对 百分之百 是它这PPT的图 它现在应该是 把这个上 我也想把它 这个屏幕放大 之前可以的 我就重新上 没关系 没关系 就先这么讲 因为电脑能看清 手机肯定看不清 没问题 所以呢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图 都拿出来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这些神经和血管 扮行在这个 颈椎的周围 所受到的影响 这个是肌肉 这个大肌肉 下面这一块 大家看得见吗 这个是前斜角肌 这个 然后呢 这是肩胀上动脉 这儿呢 OK 然后一个肩胀状 静干 也在这儿 所以他们这个血管 非常丰富 然后这个 甲状舌骨膜 在这儿 OK 那么呢 这还就提了一个 米走神经 那米走神经呢 是引发身体内的 以心胆碱的含量 引起心率降低 避免引发心 关心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出现的头晕头痛症状 第二是可减缓 防止结传挡和心房机收缩力 抑制心时机的运动能力和泵血能力 所以啊 就是说 我在临床治病 就是心脏病 或者失眠 哮喘病 我首先查的是要查 静椎和胸椎上段 因为所有的神经控制你的身体 所以你要确定 它静椎没有大的问题 尤其什么过敏性哮喘啊 肺心病啊 这个都可以通过静椎和胸椎的 这个手法治疗 完全可以调整的 所以呢 你看到后边也是增强身体气管 和致气管炎症 并改善致气管平滑肌经络和气管炎 所以这个就是我治病的根本所在 所以我呢 怎么说 因为这个很比较笨嘛 脑袋不好使用记不住 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找出规律 做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在临床上验证 所以这个已经是验证过的 就包括治疗声音嘶哑 语言障碍 吞咽障碍 和这个可血呼吸困难 这个都完全都可以解决的 那么就我们来讲中医了 就是我们的本的专业了 所以中医呢 还归于这个营流的范围 他就是说患者呢 宿敌应亏 肾应不足 肝应失养 然后呢 情之失调 精神创伤 但是对于我来说 那你为什么有 很多人竟然创伤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甲状腺疾病呢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成立 有的时候你会认为他不成立 所以他那个中医还认为 气情不随 甘情愈结 趋优化 火上功愈童 所以甲康患者呢 急躁易怒 面红木赤啊 口口腌肝 头晕目眩 其实你还是在套 那头晕目眩 你可以进行解决病 对吧 所以你这个都可以带进去 所以这些呢 大概大家都可以知道 所以我就不讲那么多 那么最重要的这一点 看来还是套这个症状上 心慌心悸 失眠多梦 多汗 阴虚内热 然后呢 眼球出处 那么甲康的病位在静谷 而他临床呈现的症状呢 就是静肿 怕热 汗出 心悸 心烦 效果善机 然后舍会颤动 那么 形体消瘦 是一个多脏腑受病 多病级病存的复杂病的过程 那么治疗上呢 通过 树干礼器啊 清肝泄火 健脾化痰啊 自阴降火啊 自干不慎啊 宁兴安神啊 所以是他是从正义的这个角度而来讲 那么他诱因呢 就是说 主要是情绪不淑嘛 那就跟肝有关系了 因为肝开窍于目 肝火旺盛子性情急躁 易怒 所以 那么他肝火旺盛可以引起心皮肾内直接的影响 那甲康的诱发呢 有自身免疫力移存因素 这个我就大概一代而过了 给大家的这个时间 那么主要讲到这个重点 那么我看看 先来这个吧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进步的肌肉 进步的肌肉呢 那么就完全涉及到这个 甲座腺旁的这个肌肉的张力的问题 那么他这儿一个二腹肌后腹 这个直接影响你的 头和静椎连接的这个平衡 就是说 静椎前途啊 那么你就可以引起这一地方的痉软紧张 然后这个胸索乳突肌啊 肩甲舌骨肌啊 在这儿 在这儿 然后二腹肌前腹 那么都在下落这儿 然后肩甲舌骨肌在这儿 那么我们看 所以为什么说我治这个病要治静椎呢 那么静椎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那么 假装是抗静的人 他是有一个习惯性的这个体位 他的脖子是朝前的 所以他才会体现出这个静的这个地方 一个肥大 一个愚肘 对吧 那么 他相邻的这个肌肉 一定会抗静 包括静椎的一个前途的脊啊 那么 假装腺呢 是在气管前 那么当你的静椎向前突出的时候 那么 他就会引起这个前面的所有的静肌的这个痉软 那么静卵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甲状腺的这个 呃 生存的位置会狭窄 他就会受压 那么我们刚才之前都讲了 那么他很多的这个血管 丰富的血管 支持了他这一对 呃 腺体的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引起了局部的这个水肿 因为这个脊椎空间变小 和这个胜利曲度的改变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甲状腺周围的这个 呃 关系吧 那么他皮肤浅阶膜 深阶膜 中层 及舌骨下肌群 然后舌骨下肌群 几个肌肉群啊 然后深层氛围的甲状腺肌啊 和这个颈翘啊 和颈椎的胶杆干 啊 这又提到一个胶杆神经 所以我们再看这儿 来检查一下 先把这儿剪完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胶感神经啊 那么胶感神经和副胶感神经 它是一对 然后它胶感神经主要就是 呃 起到兴奋 呃 这个心脏啊 包括肺部的张力 包括你紧张啊 呼吸加快 心跳加快 微肠褥动加快 这就是甲状腺的这个影响 那么副胶感神经呢 这是副胶感神经 这是胶感神经啊 所以它呢 胶感神经多于副胶感神经 所以当你影响到副胶感神经 它也可以引起甲减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 你要看它哪个地方受损 那么大部分都会说 呃 胶感神经受损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甲犷 那副胶感神经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甲减 这个我在英国呢 也治疗过 呃 经常腐泻啊 乏力啊 然后失眠啊 呃 体温变低啊 呃 这个都有的 这个也治疗成功过 那么你看到这个 胶感神经型颈椎病 可以引起什么下功能 功能失调 所以 它引起的功能纬乱障碍 心慌 胸闷 偏头痛 耳鸣脂量 体温偏低 然后四肢酸胀 麻木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完全可以按这个来解决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眼球 这是正常人的眼球 在眼眶里啊 那么眼球 我是这么个人理解 说你没得甲抗之前 你的眼睛都是正常的 那么它可以左转右转上转下转 对吧 那是正常 那它得甲抗之后呢 那你看到球体后面 什么 这个肌肉的水肿 眼外肌的增粗啊 所以因为这个地方的增粗 它的水肿 把眼球往外地挤压 而且呢 我试过这样的 它的眼压可能会增高 所以你可以适当地去查 就是说 当你触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双手同时压它的 就是轻浮在它眼球上 稍稍用力 你可以感觉到 眼突的这一部分 它会发硬 发紧 而且它会高出 另一侧正常的眼球 其实我们正常人 有的时候眼球的 这个高度也不一样 我们可以自查的 这个啊 因为你眼睛受过外伤啊 或眼睛发过炎啊 所以都会有一些 这个眼球的不平衡 对双眼的这个水平不同 这都可以正常发生的 即使你没有甲专腺疾病啊 对不起啊 我接个电话 我今天挺荣幸的 把那个我治眼的那个人 找来了 稍等一下 Hello Are you outside 今天特别好 Yu大夫那个给治治的效果好的 一个病人 答应过来做他的模特 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 看看他的操作 因为这个讲了这么多 实际上操作很重要 Yu大夫也是手法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多一些 Hello Hello Hersi please Yeah There you go Okay Do you want to Let me talk to them And 因为上周呢 就是上次老师讲课呢 就是说起眼的这个疾病啊 他就是我一个病人 就是眼球受伤之后的治疗 因为我觉得给大家最直观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本人和照片的不同 所以呢 我特别请他来 还挺挺商量的啊 然后来 这么晚他有孩子在家 那我们先跳过解剖这块好吗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操作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究竟怎么检查这个颈椎病 然后怎么做眼部的这种调整 可以吗 大家把这个屏幕这个显示 调到这个 调到余大夫的操作这块 就换一下 切换一下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余大夫 余大夫本人的操作的过程 好吧 都没有问题吧 那请问怎么换啊 换到哪儿 我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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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一下那个就可以 其实 就可以换到你的图案了 不知道 反正点不来 点出来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好的 好的 一会儿看见 一会儿看不见 请问 可能是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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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 6年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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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大家 简单地去讲一下 怎么检查这个静椎究竟是什么 什么病引起的 然后你怎么来检查 来怎么操作好吗 那首先呢 你要 你要让患者呢 把双臂放下 自然下垂 在身体两侧 然后 Sorry It's so cold It's OK OK 然后呢 把手呢 放在他两边 放在他两边的肩上 大家这可以看吗 看他一肩高一肩低 可以看 可以看 这面高 看到了吗 RELAX 看到了 好 这面高 OK 然后呢 先检查他的肩 两肩是不是平衡的 然后呢 再查他的手臂 就自然放松下滑 就这样就可以查了 因为你两个手同时 因为你要有一个坐标嘛 所以你要知道 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 它不正常在哪 所以他呢 可能习惯性的背包在右肩 所以他左肩 左肩 左肩有点前置 所以他有点上蹄 所以他这个肩高 那我现在摸 那他这个肩关节 就有点朝前 所以这儿谈 谈一方便 How about that OK 然后呢 要查 把手自然放在这 叫什么肩颈穴 这是什么位置 这是净椎 就是胸椎的第一类 因为你调的话 净椎 那他不是说 单纯的一解会移位 那么他会从胸椎 因为我一般治病 都会从胸椎上来调整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让他下面平衡 上面你才可以调整的好 而且会立马见效 所以当你查的时候 要摸第一类 第一类是否平衡 他这两个就不平衡 我同时放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这 他这个是朝起 朝后 然后呢 稍微抬一下头 你就可以看到他 他这多少有一点问题 但是不严重 然后摸这 为什么要这么 要这么简单 因为大家可以查一下解剖书 这个甲状腺支持的神经 大概是从静寺到胸二这一段 因为他有上静脉下静脉 上动脉下静脉 他有神经支 是肢肠的这 所以他包括交管神经 都是从包括这一段 所以你要从第一类查 然后呢 这个地方摸完之后呢 那你两手自然上提 到乳吐下 为什么要到乳吐下 因为人习惯睡觉不同 体位不同 所以你要确定 确定这个头骨 正正确确的坐在这个脖子上 所以你两边摸的时候 要查一下他两边的距离 是否相等 两手同时上提 看他是否相等 而且你要可以观察他耳朵 是不是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脸就是偏的 看到了吗 我再挪他耳朵也是不一样 所以他脸是偏的 所以他这个头一定有一点疑味 所以你查的时候 放在乳吐下 顶在这个横吐上 然后感觉的两侧的距离是否一样 是不是有痛感 然后顺着这个地方往下查 因为这个轻手把症骨呢 是查横吐 为什么查横吐 当你颈椎一位的时候呢 一般就是旋转 或者向一侧偏 那不管你向哪侧偏 你在横吐上很容易就查出来 那你要查几吐呢 他一位少 旋转的少的时候 你根本就摸不出来 所以就查横吐 那你这两面这么一摸 你就可以摸到调索呀 肌肉精卵 腥缩乳突击呀 就我这人笨呢 我不愿意记 比较懒 那我就靠手摸 就靠手摸 哪里有问题 那你就知道 确定这是第几节 所以 你确定是哪一节有问题 那么 你再往下 所以当你甲冬腺有疾病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 它这边就 所以它这边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不用大力 就轻轻的摸 你看大家 我没有用力 就是不停的 让你的手来感觉 那这个究竟是异常在哪里 你的手下是什么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给他检查完了 他就觉得痛好很多了 然后呢 这个查完之后呢 那你就确定哪一节有问题 然后呢 你就自己心里要确定 究竟是哪一节 然后香蕾的是哪一节 然后再往下查 查完之后呢 把手呢 大拇指 用手的大拇指 放在 静二和静三这个地方 连接处 因为你静一没有几凸嘛 对吧 所以你要查 这个查什么 查胜利曲度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它 这个胜利曲度是怎样 其实你要是经常摸的话 你从一摸这 你就能看 就能摸得出来 再一个就是说 从望着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你要更精确的话呢 那你就要靠手摸了 对吧 所以你看它这个肩非常厚 那这个地方就有浴度 它第一类就是旋转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咱们经常听那个小品啊 什么脑大博出 不是大款就是火腹 其实这是一个病态 完全就是通过这种手法治疗 就可以把静椎缓解 所以当你查出来之后呢 我是这样 因为做手法呢 你现在的人啊 都比较脆弱 都比较怕疼 所以你可以先适当的给它松减一下 松减一下呢 就是松减肌肉的精卵 然后让它疼痛减轻一步 让它减轻一份 这种紧张的焦虑恐惧 来 然后你再来操作手法 那么这个 针骨手法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以 我们以第五 静椎第五椎为例吧 像如果说它向右侧偏弯 那么把你的手啊 左手拇指 放在这个挤凸的下角 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有点凸起 有点节节 然后或者你按一下 它自然的会收肩 那么这就证明说 它这里很痛 所以你固定之后啊 怎么办 让它头 稍稍向右 前方低头 左前方 左前方低头 然后呢 把你的手臂曲曲 放在它下额 然后 就这个手 左手拇指固定在 第五颈椎的击凸下 然后呢 轻轻向上 提拉 然后轻轻旋转 就会你会感觉 手下有轻微的滑动 不用大力 因为这是轻手法症 我们不需要暴力的 what do you feel now? what do you feel now? what do you feel now? 大家看了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他就觉得已经好很多了 那么 还有另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 梳椎有问题的话 怎么办 也可以用这种手法 但是安全起见呢 我怎么做 还是把你这个 左手的拇指固定在 梳椎的下角 ok 然后让它稍稍稍微低头 isolate 然后 然后 拔住它的下角 轻轻地旋转 稍微 按照 看到了吗? 我没用力 轻轻地旋转 然后 你可以下一节再这么做 这个是最安全的 对初学的话 你可以大家去回家去体验 回去体验 这样的话呢 也可能给你更好的信心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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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 让它奉送这个紧张的心情 OK 然后 这呢 第一类 那么它说起了 静漆 胸衣 那么 这儿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办 先确定它 究竟是向前旋 还是向后旋 那么你手放在这个肩颈穴的时候啊 你就完全可以摸得到的 这个第一类 究竟是前旋还是后旋 那么你为了更确定一下的时候 那么你在对侧 再找一下痛点 那么像在这个左侧前旋 那么它右侧一定想好 因为它是一个水平嘛 所以它是以 颈椎为轴 然后横途两边 可以旋转 所以查了这个之后呢 Excuse me You sit get up please turn the chair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背 它的 静追六七 有一点反向吧 所以它这个地方引起的 它就可以引起这个地方 先领确的预阻 包括第一 胸第一类的这个旋转 所以呢 那我呢 还是为了它 更能接受这个手法 然后把它肌肉松一松 那么 它左侧前旋 那么它右侧一定后旋 对吧 那我不 不会定按在这个脊柱上 那么我在它的第七胸椎的横处上 OK darling I lie on back You too by the way Yeah Let it down Let it lie down No worries OK Sit up What do you feel there Gloser It's really good to pull them on Oh good That can be needed OK But they are still a little hot So 现在呢 Could you tell my friend What do you feel now I said relax Please OK Let me check your shoulder 大家看 它这个肩膀 是不是下来了 不像以前那么臃肿了 但是多少还有一点高 这是什么 肩胛骨的上移 因为它这次肩膏嘛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 另一个方法来调整 剩一下这个天中穴 肩胛骨内缘的肌肉 用你的手压在这儿 OK 然后抬左臂 活动它 Are you still feel pain It just felt like It felt like It felt like It's softening Softening Yeah Oh great It's Oh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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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Clack I'm back To Wise No worries There's Better K Light Down You Han You Is By Yes Okay I You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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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感谢观看 然后插一下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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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插一下锁骨 然后插一下锁骨 所以你看他的两侧的激张力不一样 所以当他有颈椎病的时候 他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 一定不平衡 所以就找不同的角度 这就是为什么 我治解抗的时候会 治颈椎病的时候 治解抗会好 就是这种手法 当你颈椎有病 那么他所有颈椎周围的积张力 可能不同程度的抗胜 结抗 所以那么你就 从不同的角度来松解 那这是什么舌骨肌 什么这些肌肉 二属肌 你全部都做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包括我们 是这个有一些人 吃饭 EI啊 都是因为 这个颈椎前凸引起的 那么他假装腺 可能会有 假装腺抗尽的时候 他也会有 推荐困难的 对吧 所以都是因为 这个地方 肌肉过度解抗 所以给他松解下来 所以给他松解下来 It's her stare 所以你看他的面部表情 看 我就稍稍加一点力 他就很痛 因为刚刚之前 这面不是很简 然后再让他正面来抬头 两面同时查 看看哪一侧景 Still there ti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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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your eyes Let me see Let me show you show them your eye So I'll treat your eye OK And could you tell them What the problem was Oh I had an accident when I was young A pin went into my eye And what it was I couldn't see So I can't see And then this my eye is that Lazier Forgot how many sessions I've been treating None for eyes That 2 or 3 OK Okay Lazier Now We don't know So we can't see this one Now we just need to see HOLY Look at night The eye is the one and the eye? OK And then we're able to see this one And then this one And then we'll be able to do it She got the one and the other And then we're able to try this one And then we'll see this one 然后不同的角度 就是这时候让它放松 不要动眼 这样的话 你就能完全感觉到 它这个眼球的压力 张力在里面 然后呢 怎么 敬明穴 这个是我们必做的 这个就是你自己掌握 那有些人就是愿意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力度不好操作 那我就用这个中指 按压敬明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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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不找学位了 我就找他的这个 古连接的位置 然后去松减它